警察 如果是高危人群 是一定要预防的 包括接种疫苗 包括预防性的用药 天降冰块上路人 责任归谁 无人问 旅行路上玉野狼 差点主动送入狼口 活干了一半 搓澡工 撒腿就好 出啥事了 明明花钱找了代价 车主又被代价举报酒驾 这是咋回事 还是七点半 还是北方频道 还是大海热线 还是我老三 和您准简开了 眼眸市里还有个 爱搭词的大洋 大家好 家人们注意了 2022年综合所得年度会算 将于明天开始 到6月30号之前 个人所得税 就可以多退少补了 赶紧看看 自己能退多少钱 另外呢 明天一定得提前出门 因为孩子们都开学了 这段时间出门 一定得打好提前量 这心让你操的 咱不是热心肠吗 方方面面都得想到 前几天热线会员 王大哥给咱们打来电话 说他在沈阳市苏家屯区 桂花市场后边做买卖 这个地段 人流量比较大 生意还算兴隆 但是因为人多 王大哥也跟着操心 这做买卖人多 咋还能操心又闹心呢 因为一来人啊 他就得千叮宁万嘱咐 千万注意脚下 你看到这个坑 就拿一层这个薄板 看到吗 这个整的 整完之后呢 整的挺深的 整的整完之后 上面搁点这个坑 一碰都稀碎的 就搁点这嘛 一扑就完事了 有个都有半年了吧 差不多是不是啊 差不多半年了 然后它这应该是施工之后 然后一流 11月份 我们这两个坑 几乎都是以前以后 因为我这边流水 它那边好像是什么原因 也是扒了个坑 挖完一只也没有管 沈阳的王大哥跟我们说 这两个坑 是去年的11月份 维修管道的时候挖的 刚修好的时候 上面是有东西盖着的 由于这条路 走得车多人多 就成这个造型了 前面是那个主道 规划车场的主道 这下是属于副道 这个两边全是门市房 基本上人流不多 这个位置 对 对 你看 现在有老人 你看 基本上就很多的人 就都在过 那么这个车 我自己 掉进去过一次 然后那个 就是 因为我就在这附近住 完了那个 其他车也掉进去过 您看见 这附近全都是补课板 比如高中生 还有那个 小孩 都是幼儿园的小孩 有的时候 孩子走走啊 那就要掉下去的 太危险了 一人掉下去之后 所以事就大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街边上的都是门市 门市下两节台阶之后 就是这个大坑 这个坑宽能有一米 这个深度能有将近半米左右 而且坑里面都是管线 我看到这个门市旁边 也支出来一个管子 直接到这个坑里 我摸了一下 这个管子还有温度 猜测呢 可能是这个供暖管线 距离刚刚那个坑呢 十米左右吧 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 同样大小的坑 也是宽大概能有一米左右 深能有半米 但是这个地方呢 并没有这个供暖管线支出来 但是这个底下呢 同样也都是管子 给暖气的时候 这就漏水了 就是开始提前要给水的时候 就漏水了 然后我打的电话 他们过来修的 但是你修的话 你不能从这地上走啊 你应该是在地下走 我感觉太可乐了 你这个就给气 这一动给气开始 一直到这么长时间 我们一直反应 一直没人过来修 施工之后吧 你必须把这个处理好 对不对 哎 你糊隆糊隆的话 一填你就玩热了 这个干化了 这个安全演化 一直安全演化 再一个就施工也不达标了 是不是这样 它上面就铺了一个板 这上面就铺了一个这个板 然后搁一点这个 你看我拿手这一粒 这都洗碎着玩 就整点这玩 洗碎拿手都能捏动 王大哥说 为了这两个坑 他已经找了三个多月了 还没整明白 联系的供短的也找了 就是说那个苏亚臣 那供短公司也找了 说不归他们管 然后这个 这是规划市场 物业也找了 也说不归他们管 那个物业也找了 对 完了他两个物业也是 互相说都不归他们管 三不管 这现在就是 我就找过公团的 要供短公司 怎么给你答复的 他知道了 就说知道了 然后就完事了 对对说会过 派人来看 那你这都这么长时间了 你还没有人过来看吗 随后热线记者联系到了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工热分公司 工作人员赶到了现场 进行查看 因为啥呢 这个管子吧 本身还是有一些问题 然后完了我们行事也是观察观察 这是七一七二呢 咱们夏天的时候呢 也想对这块要更换 然后再一个是什么呢 冬天 因为咱都知道水 这路面吧 冬天它没法回复 你知道吗 因为天冷啊 这地面它没法回复 所以说你回田 到时候冬天一会儿就给回田上呗 我们就只能说做临时措施 对 行吗 因为之前这好像是有一个那个 标识标注牌 不知道是整哪去了被他们 然后咱这边先给修 如果说你要是夏天要修的话 咱先临时给它回田上 哪怕家里再跑 就只要掉坑 大冬天也放不上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就是地管子在坑那个 我现在走的是名管还是 这个到时候我们也给它 回田上就得了 早这样不就完事了吗 家人们也看到了 这个坑的不是想象中那么大 你说就这么点活 你至于推来推去 迟迟填不上吗 咱说句不好听的 这是没人受伤 如果哪位老人或者孩子 一不小心摔坑里了 你说谁给拿医药费 那不还得找你们吗 那就不是田上就完事了 眼下王大哥三个多月的心病 也终于是药道病除 现在王大哥可以踏实睡觉了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 遇到什么闹心事 难解的事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24-2318-7222 或者扫码加会员 通过会员平台来和我们联系 我们尽全力为您排忧解难 这神兽终于是回笼子了 我可不用再带我妹写作业了 我这一天天陪她写作业 跟打仗似的 关键是你还打不过她呢 要说这当家长的是真不容易 又要管吃管住管学习 还得注意孩子的身体 前段时间开始 南方一些地区学生感染甲流的数量在上升 咱们北方的家长们也开始担心了 孩子要是感染了甲流该怎么办呢 这两天甲型流感频频登上热搜 北京 上海等地区的部分中小学 也因为甲流和流感停课 我们从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圣经医院了解到 目前医院接诊的流感患儿 整体数量并不多 最近两三周吧 我们这个儿童的 呼吸道感染病人明显增多了 大概能有20%左右的患者 可能流感的阳性是呈现的 分型应该是甲型流感 但是整体的病人量 还属于比较少的一个状态 因为毕竟现在和往年的 这种爆发性流行 或者是大流行比的话 它的数量还是非常少的 医生介绍 冬春剂是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 那应该如何区分流感和普通感冒呢 流感它的主要症状就是发热 而且以中高度发热为主 38度5以上的 咽痛比较明显 有的孩子会有肝壳 疲乏无力 肌肉酸痛也会有表现 但是你看这里头 我们又提到我们平常说的 我感冒了 流鼻涕打喷涕 躺眼泪 这样的症状在流感里头比较少 除了症状上的表现 还要看家庭是否存在聚集性感染 是否有明确的流感病毒接触时 是否处在流感爆发剂 所以儿童一旦出现相关症状 最好到医院就医让医生来判断 甲型流感病毒感染 正常上汇道感染以后 它是一个自现性疾病 就是不治它 绝大多数都能好 但个别人可能会发展成重症 其实我们治疗的目的 就是尽量的不让重症发生的过多 明确诊弹流感或高度怀疑流感 一般是在起病建议48小时之内用药 是最好的越早越好 使用的药物现在比较经典的 儿童用药也相当于安全的 就是奥斯卡维 我们儿童主要是冲剂的 6岁以上的儿童或者成人 还可以用阿比多尔 这几种药都是建议在 病毒感染早期的时候使用 它的作用机制 主要就是早期的抑制 病毒的复制过多的破坏细胞 医生建议家里有婴儿 或者65岁以上的老年人 等重症易感染人群的 照护者可以预防性用药 防止自己感染传给易感人群 这两天随着对甲流的关注增多 奥斯塔维一度断货 不过医生提醒 对于儿童感染甲流的 用药治疗上一定要遵医嘱 理论上讲就是 如果没有重症风险的话 也可以不尝试用药 儿童婴儿在家里面 进行治疗的时候 主要是对症 比如说体温在38度5以上 精神状态不好 这种情况下 要给孩子及时的退热 如果退热以后 孩子的精神状态还不好 那就要及时到医院里来看病 咳嗽一般都是次因肝咳 一般不影响生活和睡眠的话 我们也不太建议用药 但是如果是剧烈性咳嗽 引起明显的睡眠障碍 或者是生活上就影响很大的话 应该到医院去开这个止咳药 因为有一些止咳药 它有一些中枢性症咳的作用 这个是必须医生建议吃的话 才建议吃的 医生表示 流感高发季节 儿童做好防护很关键 尤其是高危人群 包括新生儿 5岁以下儿童 曾经得过比较重的肺部疾病 住过院 体质比较弱的儿童等等 流感病毒感染 它是一个呼吸道的传染性疾病 主要通过这个飞沫传播 按道理讲的话 我们遮住口鼻 然后保持距离 多通风多洗手 可能会减少这一部分感染的发生 正常的这个活动还是要有的 如果是高危人群 是一定要预防的 包括接种疫苗 包括预防性的用药 包括家里的开窗通风 空气消毒 薰针 然后这个有病人的话 进行实时隔离 这都是很好的预防措施 目前接种流感疫苗 是最有效的预防流感手段 它可以有效防止重症的发生 一般秋末冬初的时候 就要接种流感疫苗 流感的这个接种 一般是在流感开始之前 就是流感季 即将要开始的时候 我们提前预防接种 因为流感的这个抗原的变异率 也比较高 所以一般都建议每年都要接种 它的保护的这个实现 是比较短的 人群就是发展成 重症的高危人群 你比如说年龄比较大的 65岁以上的 这个叔叔阿姨 或者特别小的小朋友 就是5岁以下的 这个学龄前儿童 还有就是我们医护人员 另外一个有基础病的 比如说有先天医疗病的 免疫缺陷的 或者是我们现在正在用一些 特殊的对免疫 有抑制的药物的 这样的治疗的患者 还是建议做预防接种的 早发现早治疗 儿童一般是易感人群 虽然流感是一种 自现性的疾病 但是对于体质比较弱 症状比较明显的孩子 尽早的药物介入 就能缩短病程 减轻症状 降低重症的风险 当然家长们 也不要盲目地去用药 对于不能确定 是不是感染流感病毒的 还是建议到医院去就医 由医生来判断用药 说全国喜悦看东北 东北喜悦看辽宁 这早堂子文化 绝对是咱们 东北人的爱好之一 再争一争 爱一爱 这一套下来 简直是神情气爽 前几天 大连的赵大哥 就去喜悦中心 何解放松一下 泡一泡 搓一搓 大哥正搓得得劲呢 这搓澡的师父 刺溜一下跑出去了 这什么情况呢 这是 就是我脸上搓澡 他给我搓后臂的时候 然后这个小就把我项链 给我偷走了 我一都没错完 他就穿衣服 他出去他穿衣服 他就捧了 赵大哥是这家 喜悦中心的常客 偷他金项链的搓澡师父 之前也给他搓过澡 没想到这一次 自己的金项链 竟然被熟人惦记上了 我就把我项链折下来 放我旁边 然后小伙就说 哥哥你放那边不搁酒 他就给我拿 接下来就像赵大哥说的 早还没搓完 价值近三万元的金项链 和搓澡师父一起消失了 赵大哥察觉到情况不对 第一时间报了警 通过排查 警方很快锁定了 嫌疑人田某 原来在案发后不久 田某突然向领导请假 说家中有事 离开狱区 经过调查 发现田某近期赌博成性 并且他正式为赵大哥 搓澡的搓澡工 种种迹象表明 田某具备极大的作案嫌疑 先利用公共视频 对田某进行了一个跟踪 最终确认嫌疑人在 辖区内一公寓 具有落脚的位置 但是公寓内的已经损坏 我们立即派出民警 对公寓出口进行一个蹲守 在长达五小时的蹲守后 将嫌疑人一举抓获 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 供认不讳 但他说项链已经被卖到金电容掉了 只能按市价赔偿受害者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这就叫历令致婚 一旦建材起义 智商明显不够用 价值三万多 这不是小事啊 相信田某会受到法律相应的制裁 你说这多糊涂啊 对于这事 咱们的这位会员叫小芳也说了 说这大哥也是够喇咕带 我洗澡的时候 我可不敢带项链去 我怕搓舌了 这小芳估计也是受过伤 生活经验丰富 我估计他不是怕被搓舌 怕一泡澡飘起来 其实咱要说的是两点 第一个赌博骇人 千万不要沾染 一旦沾边 人生轨迹就非常非常容易跑偏 这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 第二点 出门在外 财不外露 贵重的物品最好保存好 说车行千里路 出入都平安 你看过年的时候 不少这汽车上都贴这样的对联 就在今天早上 本溪市往本溪满足自制线方向 三驾岭隧道前面200米处 只见一道火光冲天 有一辆大客车着了 往前或是前 就前这 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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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早晨7点10多分左右 街头报警 位于三驾岭隧道附近 有一个大客车起火 距火场 有一个弯的时候 就能看到 这个农业挺大 火势很大 整个这大客车 基本上就全找了 那个火苗能穿到 五六米左右吧 因为它这个客车里边 这个座啊 这个全是这根海绵 可让物比有多 到场时候 火是正处于 这个猛烈燃烧阶段 从我们这个 就火这个角度来看 它应该是从后边上 下来 第二个 就因为难度 第一火势比较大 我当时在巨车四米到五米五六的时候 就发现那个火温度比较高 比较考虑 然后我当时就把杠的队员 把这个面罩组好防护 因为它那个油箱 这个发生爆炸什么的 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吧 然后这个火事基本控制 这些司机说 应该是有两个人 他们已经都瞎扯了 没有人员 这火是咋着的呀 这还要等消防人员 进一步地调查 但是话说回来 大客车上装了这么多易燃物 这都是给自己买雷呢 想查清楚起火原因不难 关键是要亡羊补牢 不可再心存侥幸 那这开车不喝酒 喝酒别开车 这满城贴告示 偏有那不认字的 前几天黑龙江七七哈尔的交警 接到一起交通事故报警 这位喝了酒的车主 明明找了代价 结果却被人给举报了 举报者不是别人 就是车主找的代价 代价开了一台车 一辆出租车发生事故了 交警在现场了解到 两辆车的车损并不严重 照事实 出租车是停车状态 另外一台 由代价驾驶的车辆 在转弯的时候 撞到了出租车的一侧 事故发生后 代价驾驶员希望车主 能够做保险 车主认为 谁开的车 就应该由谁来负责 双方产生了纠纷 代价拉着被举报人 和他的亲属 开着被举报人的车 打算回家 然后走到一半的时候 那个被举报人的亲属 提出说想把他的车 也同时开过去 然后就这样 就去求了另一台车 求另一台车的时候 是由被举报人驾驶 这名代价驾驶员表示 当时前方车辆驾驶员 不仅车速快 导致他没跟上 还可能存在 酒后驾车的危险行为 尽管这名驾驶员否认 自己存在酒后驾车的行为 然而全程的视频 拆穿了他的谎言 经过检测 驾驶员的酒精含量为 每百毫升血液中 酒精含量为42毫克 达到了饮酒驾车的标准 对他下次出发是罚款2000 驾证暂扣6个月 并计12分 你说这咋想呢 都找代价了 你就老老实实 搁车上坐着呗 估计还是心存侥幸 感觉距离没多远 一共两辆车嘛 代价开一辆 自己开另一辆 一块就到家了 你哪怕麻烦点是吧 让代价跑两趟 或者说第二天 你再去求车也行啊 酒后开车绝对是不行的 大意不得 希望这一回 能让你长个记性 吸取教训 你看这几天 这天气越来越好了 温度越来越高了 不少小伙伴 就开始选择自驾游了 那这个三五好友开着车 到大理 丽江 看看美景啥的 等你不嫌远呢 那近边溜的溜的得了呗 不懂 那自驾的过程 也是一种旅行的 啥意思啊 大雅你又要请长假 是不是 但是话说回来 你开着车吹着风 看着美景 那是真惬意 旅途当中 还可能发生许多 有意思的事 这两天 有朋友在青海玉树 自驾游的路上 遇到了两匹狼 我就个动物园里见过 那野生的可没见过 我也不想见 出生牛犊不怕虎 这狼到底长啥样呢 不少家人可能没见过 你说是不是长得 跟那个哈士奇似的 有个女孩也是这么以为的 差点跟狼来个亲密接触 他们还下池了 他们要命吗 这是狼 这是狼 这不是狗吗 快点坐上车 你这是对男的不尊重 你们这是 算了以为是两只大狗 就定期一看的时候 才发现是大野狼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看我们平时 要去跟那个两只狗 玩大野上司 然后我们知道最晚的时候 喊他上次 女游客的这一操作 把两匹狼都看蒙了 这怎么还有主动 送上门的食物呢 出生萌萌不怕狼啊 这要是下车 那岂不是给野狼们 送去了自助餐 好在有人提醒 女游客一行及时收心 这才没有发生 更大的险情 我看给那两只狼 都整蒙了 这狼都纳闷了 这也太不给我面子了 跟谁俩呢 我可是吃小红帽的大灰狼 没给你闹稀哈啊 我跟你说 这绝对是对我的不尊重 这不知野狼真面目 只原身在幻想中 要不是这小魏出生制止 这一车人还不一定怎么着了呢 咱们在外面玩的时候啊 尤其是景区范围以外的野生区域 喜欢猎奇 追求刺激 那都能理解 但前提是安全 好奇不仅能害死猫 还可能害了自己 接着了 有句话叫 今晚脱下鞋和袜 不知明日穿不穿 就是说你永远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 哪一个先来 这前几天 黑龙江的李大姐 刚给儿子买完吃的 在回家的路上 遭遇了恨祸 李大姐下楼给儿子买吃的 眼看要到家门口了 突然被楼上坠落的大冰块砸中 肋骨折 其他身体部位多处受伤 事后 李大姐的家属觉得 小区的物业没有及时清理冰块 才造成这起事故 物业应该为这件事情负责 对于气管的说法 原小区物业经理田经理并不认同 他说1月8号 他和现在小区物业经理张经理 正式完成了交接 这个小区并不存在气管期 2023年的1月8号 交接给现在的物业 从1月8号交接到1月10号 正式员工正式上岗 所有这个管理 小物业的支出 清理冰雪 小区的安全 都有他负责 然后你跟姓张 那个张经理已经交接完 交接完了 所有的钥匙 警房的钥匙 和小区管理仓库钥匙都给他 现在这个新物业 其实没有人在 小门门一直是锁着的 没有人在 这个也找不着我 我现在不管了 那现在你谁管了 不知道谁管了 我们也不管了 那你说不管就不管吧 你那现在不是营业执照 还是您 然后这个还没交接给别人吗 他说这个物业没交接给我 你知道不对 我还管啥呀 哪个物业没交 就之前 你现在物业没交给我 当现在没交给我 我还管啥呀 他们我现在就在 原先那物业这呢 他说的是 他说是1月8号 1月10号就交接完毕了 交接完毕 他说交接完账呢 我这啥都没有 我交接啥呢 你现在来 我现在来 出事后 负责人一直在回避 这让李大姐的家人 非常着急 治病疗伤 每天都需要花钱 全靠他们自己 已经挺不住了 我就得走法律程序 我得为我儿媳妇 讨个公道 这说不归他管 就不归他管 直接起诉两家物业公司 要是真找不到责任人 那就得这么办了 痛定思痛 这起不大不小的悲剂 也算是敲了一个警钟 咱们希望物业公司 有点担当 把自己的分内事做好 做到位 尤其是路面 这个屋顶 有冰雪的时候 安全隐患 一定得及时解除 你别收费的时候 恨不得把这个 缴费通知单 贴到业主脸上 真正为业主服务的时候 推三阻四 那就叫耍无赖了 你真把业主 给惹鸡眼了 直接吵了你们 没商量 大海热线的会员 正在招募当中 大伙看到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现在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赶紧扫 可以提供线索 消费维权 还能拼手气 抢现金红包 最高八十八元 那还等啥呀 节目播出期间 中奖率最高 鲤便宜了 丑菊便宜了 大枣便宜了 便宜便宜可拉倒 啥玩意都便宜啊 扫码加入大海热线会员呢 抢现金红包 有了现金红包 咱买啥不便宜啊 打开微信扫描 这个二维码 看见红包可真点 出来二维码 按住识别 授权登录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拼手气抢红包 最高能抢八十八元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不仅能抢红包 新闻爆料 消费维权 一马之通 大海热线 还瞅啥呀 赶紧扫码上 马上您将看到 车主未抓小偷 不需用车撞机逼停 错过时间 被锁动物园内 他吓坏了 我感觉我没可能 还是要跟东方一样 入完窗口办业务 不仅行为异常 一查身份 竟然也异常 然后我只能说 我说点了一根咖 我说就先走 我说让我们同事 帮我过来看一下 六块钱一碗酸姜面 张扬的滋味竟有大内涵 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说 酸姜面 酸姜面 就感觉很酸的那种 啊 浓坛酒壳还没好 快用 好烧宝 好烧宝 一公鸡歇叶 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之 喝谈喘 浓坛酒壳还没好 快用 好烧宝盘 黄金油浇完 浓坛酒壳还没好 快用 好烧宝 好烧宝 一公鸡切叶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芝 可谈喘 浓谈九个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黄金油浇完 小朋友们 我们来上课了 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中国 好 那提到中国 你们能想到什么呢 我们把它画下来 好不好 我的家就是中国 有好多好多树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我爱你 我爱你 原始生活群品的有机商城 申选全国三千余款有机好物 所有在售有机商品 均具有有机权威认证机构 颁发的有机证书 200至500项以上的农药残留检测为零 一般情况下 你就看马路上有俩车跟人互相追逐呢 这大概率都是双方在开那个斗气车 无非就是谁也不让的谁 可是最近在成都的街头 一辆越野车疯狂地追逐一辆小轿车 可以说是穷追不舍呀 这可不是在拍电影 而是在成都街头上演的现实版速度与激情 白色越野车在道路上追赶一辆灰色轿车 两车发生多次碰撞 小轿车被撞得180度大吊头之后 后排的一名乘客甚至从车上被甩出 场面十分惊险 这俩人是有啥愁啥愿呢 原来刘某发现自己越野车内的财务被盗窃 嫌疑人驾驶一辆灰色轿车逃离 刘某驾车追赶 用撞车的方式逼停对方 随后轿车内三人弃车逃离 所以说采用这种较为极端的方式 有效地逼停了对方 那这种情况下越野车主是否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呢 对于盗窃者而言呢 其行为已经构成了盗窃罪 而跟男子采取追击盗窃者的行为 虽然起初是出于维护个人的财产安全的目的 但后来却采取了多次危险撞击的行为 严重危害了他人的人身安全 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 紧急避险呢是不属于犯罪的 但该男子追击盗窃者的这种行为呢 已经超出了必要的紧急避险的这个范畴 目前公安机关正全力抓捕 涉嫌盗窃的犯罪嫌疑人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这现在抓小偷场面都这么激烈了吗 看着跟拍电影似的 大哥还是冲动了 这要是不小心再撞上其他无辜的车辆 岂不是折了夫人又折兵啊 主要是太危险 性命要紧呢 律师不也说了吗 如果行为过激出现了其他问题 施主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大伙要是遇上这种事 千万别冲动 记好主要的信息上报给警方 自有警察叔叔来治他 对于喜欢小动物的朋友 外出游玩的时候 那动物园是必选项目 我一看这小动物就走不动道啊 我恨不得跟他们住一起去 大洋的这个愿望 差点就被小刘给实现了 被锁郑州动物园了 谁懂我啊 管理员下班了 能不能来个开锁的 当时我们要去那个鸟园看鸟的时候 多少休息了之后 然后吃点花 这时候我们就锁了 不然我们给那个动物园人打电话 没有人接 我感觉我们可能晚上又要跟动物过夜了 门上有那个烧警店 然后没过几分 动物园人就过来 开门了 感觉还挺刺激的 这是在鸟园里还觉得挺好玩 这要是在猛兽区域和狮子老虎 待在一起过夜你试试 哪更刺激 真是吃瓜一时床 落单心慌慌啊 离到五点半的时候 我们这边这个出口 叫明卡开了叫关出口 但是五点半的时候 要把那边那个出口关闭 因为我们那边出口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下官 所以他把出口关上 然后出口他始终可以点出 总体来说 他这个两个出口离得还特别近 他只是自己没有找到出口 不是给他锁到里头的 这性格挺大呀 都能被关在这个动物园里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是和鸟 建立了多么深厚的感情呢 都舍不得离开了 这要一起过夜了 那我还挺希望 被关在那个熊猫馆里 你别以为和国宝搞好关系 你也能成宝贝 我跟你说那毕竟是动物 还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可以远关而不可泄完盐 俗话说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前两天四川广安 一个公安局办理业务的窗口 就来了一位做了亏心事的男的 那他还敢来公安局呢 他可能抱着一丝侥幸吧 但是人家公安局里边的人 个个都火眼金睛 能让他给跑了 这一天 四川广安某公安局 来了一名身穿深色外套 戴着黑色口罩的男子 他在窗口咨询 补办身份证业务 一直低头外手机 眼神还躲躲藏藏 他反常的表现 引起了当时值班辅警的怀疑 在将这名阳性男子的身份证号码 录入系统时 值班辅警发现 该名男子竟是网上的载逃人员 随后他并没有慌乱 为了不打扫金车 他找了一个借口离开了窗口 并趁其放松警惕 迅速呼叫支援 随后民警赶到 与一起网上刷单诈骗案有关 其中受害人的一笔钱 还曾转到过杨某的银行账户 杨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被警方列为网上载逃人员 目前杨某已经被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相关移交工作正在进行中 都不用别的啊 我就一看他进来 东张西望贼没输演的样 我就觉得不对劲 要是哥你这么一炸火呢 逃犯都得一出溜就跑了 遇事不要慌 人家窗口浮井就这么从容淡定的 把消息递过去了 话说回来 永远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 只要你触碰了法律的底线 在哪都能给你逮回来 更何况这送上门的 我是他的救命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次听说 酸姜面 酸姜面 就感觉你很酸的那种 老司机遇到新考验 隧道有门绕起来 大家好 我是铁风 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 人体的生长代谢离不开各种营养元素 眼睛同样如此 叶黄素是维护中心势力的 也就是黄斑区的重要元素 又名眼黄金 而维生素B是滋养视神经的重要元素 两者是强有力的护眼搭档 在叶黄素里添加维生素B 能减少叶黄素被氧化 帮助叶黄素到达眼部 本档为您带来的是 含有叶黄素和B族的 蓝莓叶黄素纸片 吃一样 顶两样 直达眼底 有眼福 蓝莓叶黄素纸片 原价298元一盒 每瓶可以吃三个月 今天为您争取到两折福利 折后到手一盒 只要60元 您没有听错 三个月只要60元 每天才六毛多钱 每人限购四盒 足足一年的叶黄素加B族 才二百四 本档我们只备货三百总 电话已经开始抢键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抢购吧 总而手机的 上面年纪的 都急需补充叶黄素和B族 两者黄金搭档 能够改善视力模糊 视力减退 眼干眼色 要知道补充一克的蓝莓叶黄素 相当于吃了十六斤菠菜 三百根胡萝卜 一百三十斤牛头 真的是超值 本档为您推荐的蓝莓叶黄素纸片 原价二百九十八元 一盒每平三个月的容量 本档两折福利 最终到手一盒只要60元 每人限购四盒 足足一年的叶黄素加B族 才二百四 只限三百座 电话正忙 库存急速下 授庆之后恢复原价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 跟着我一起团 今天咱们说说湖北特色的酸姜面 它最早起源于清朝 以这个酸姜水 精致的面条 还有香辣 臊子等为主要的成分 运用传统的技艺加工制作而成 因为风味独特 成为了文明全国的一道小吃 前两天 视频博主小帅探店 就到了湖北早阳吃了一顿酸姜面 那看着老馋人了 算是早阳的特色了 早阳本地特色 其他地方真的没有见过 就到早阳遍地都 据传说 清朝中期一家小吃店呢 以这个面条生意为主 然后呢 就经常将这个秋天和夏天收获的青菜 放到一个缸里边发酵变酸 留着冬天的时候吃 就有这么一天呢 用来做面的这个素菜就用没了 然后店家呢 就将酸菜水 当作这个面食的佐汤 做成酸乎乎 香喷喷的酸姜面 没想到 这一瓶面条一端上去 立马就被客人抢食一空 难来北往的客人 吃完之后都赞不绝口 酸姜面就在这个时候 也成为了早阳特有的风味小吃 经过几代人的不断改良更新 加上几十种香料 做出来的酸姜面不但色香味俱全 而且还特别开胃 直到现在 在早阳的街道 酸姜面的香味还充斥着人们的口鼻呀 说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铁杵磨成针呗 但是这股子劲还分用在啥地方 你要是用歪了 就弄巧成拙了 关注王律师 玉世新踏实 俗话说得好 小时候偷真 大了偷金 小时候偷油 大了偷牛 下面要说的丁某就是犯了这样的错 但他和一般的小偷还不一样 他是一个热爱钻研法律的小偷 近日 湖北实验的一家公司遭到了翻窗盗窃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保险箱没丢 只是背到了200元现金和一部监控设备 警方通过勘查 锁定了面熟的丁某 面对铁证武进攻的惯犯丁某如实交代 自己是在看守所内学习了法律 觉得自己已经18、9岁了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无视法律 就只偷200元 本以为案子很小 再加上没有监控 调查取证应该会很困难 不料还是失算被抓了 我告诉你 你学了一点法律 但是显然你没学明白 今天我就给你详细讲一讲 不是每回偷得少就没事 两年以内盗窃三次以上的 就可以认定为多次盗窃 多次盗窃数额达到1000元以上 就可以判定为数额较大 处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如果你盗窃财务的数额 未达到1000元 就会以盗窃次数 确定你的量刑起点 超过三次就会增加刑法量 你都捂进宫了 自己合计吧 最后王律师劝你 别总想钻法律控制 天望挥挥 疏而不漏 跑不了你这条小嫌疑儿 这真是自学成才呀 学法更应该守法 咋还明知故犯呢 咱说要是把这恒心 用在正道上 才是真正的成才 电视机前的各位 对这件事有什么想说的 想闹的 赶紧扫码抢红包加会员 来到咱们的会员平台 一起闹了 马上您将看到 老司机遇到新考验 隧道有门绕起来 浓潭酒盒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叶 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之 可弹喘 浓潭酒盒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完 浓潭酒盒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小朋友们 我们来上课啦 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中国 好 那提到中国 你们能想到什么呢 我们把它画下来 好不好 我的家就是中国 有好多好多树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我们要保护它自然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我爱你 小朋友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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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 老三陪你 你接着浪 老司机有个说法叫车到山前必有路 不开车也知道 难道路上碰到前方施工的 那就绕行呗 但是甘肃这块吧 有这么一条隧道 咋说呢 他这个隧道口 就是门口安了个门 有个老司机他就整崩圈了 到这不会玩了 前两天在甘肃 一男子跟着导航开车 即将经过隧道时 发现前方竟然有门遮挡住隧道入口 他就以为隧道被封了 也没有再往前行驶 于是转向旁边的小路 顺着车印 就此开启了一段惊险的旅程 最了解 该隧道全长3.6公里 设计的是感应门 可以正常通行 但由于该男子并不知情 也没有看见相关指示牌 于是他绕路涉嫌走悬崖 花了一个小时左右才通过 随后当地交通局也表示 车开到隧道前 会自动感应开门 建感应门 是因为该隧道处于高海拔地区 有感应门后 不易结冰 行驶更安全 随后有人问了 为什么不在旁边做个标识 提示一下过路司机呢 这排有啊 就在里面那挂着那样 鉴于新设备 给通行司机造成了困扰 当地交通局表示 后续会摆放更大的告示牌 提醒过路司机 这就是啥呀 抢礼开花 抢礼香 图让司机筹断肠 不应该呀 我就看旁边道上 那个车咕噜叶啊 我就知道 肯定不止一个 不知道赶应门 这家后照道的 赶紧按一个 大一点的提示牌吧 你说这得让多少人 跑了冤枉路啊 虽然说能够看到隧道外面 不一样的美景 但是这山路有雪 难行 安全隐患太大了 所以说 热心茶 一天天眼看着 续日变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